书界上文 我们提到大双鱼座时代 怎么突然一下从科学 又跳到了 占星呢 那首先有些科学迷呀 认为科学无所不能 实际上在西方 他们把科学 宗教 还有哲学 等等 这个三大类 至少说它是 三权分立的 西方人他是非常信宗教 他的天主教徒啊 基督教 就是可以说每个人 像中国人一样 心里都有一尊神 那我们 这个是另外的 后面的事情啊 这个 双鱼座时代呢 它代表什么 它代表很多种讲法 有叫相貌宫 有叫玄秘宫 这是在中国的 落实到占星的一个结合的一个产物 它是一个高度的总结 那西方呢 也把它成为这种 就是内心当中潜意识啊 一种幻想的一种总结性的一个结尾的这么一个功 它落在这个中国的这个亥的这个位置 也就是猪 子属丑牛 它代表的就是这个宗教 这个玄学这些东西 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从2000年开始 是水瓶座 创新 科技 等等 反备于传统 因为它是子的这个位置 它对于这个五 五是狮子座 是太阳的一个 那个相对的 这个一个颠覆性的这么一个 起始的东西 中国也叫这个子叫天开于子嘛 就是一阳要初开 它在这个传到中国啊 它已经到后来已经变成风科之学 最早呢 在明朝主席那个叫格智 格物智之 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那它本来是内修的 而现在反倒成为外在的 这个 这些东西了 所以说 下一课